最近有越來越多人問我 到底為什麼喜歡越野 自從一腳摔入這個圈子 騎到現在 我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越野的定義 對每個人來說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覺得騎水泥鋪裝的產業道路 就是越野 有些人騎著飛鋪裝路面的領道主線 就是越野 而有些人覺得越野 就是要在領道的最深處 挑戰更刁鑽的路線 從大坡 過大型障礙 甚至是飛來飛去的 騎沒有路的路 才叫越野 然而不管在你心中 越野的定義是哪一種 我們都不能否認 這件事在感官上 帶給我們的刺激 全神灌注 心跳加速 呼吸幾處 呼吸幾處 腎上腺素激增的那種感覺 其实我是觉得 摩车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真的很普通 很平凡的一件事 可能平常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 各自的角色 各自的人设 但是在越野这条路上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 无所顾忌的骑车 专心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够了 在平凡中 却发现那一个不平凡的自己 用进各种方式 无限接近大自然 就是这个味道 好香 坐船来的 他真的是坐船来的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跟这位业务捧场 叫什么名字 报上名来 阿名就好了 我与这台890 ADV-R的缘分 还要从今年年初开始说起 2月份 我们去了一趟南非 骑乘了3000多公里的off road 以及2000多公里的公路 说老实话 其实在一开始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大型多功能冒险车 会成为我中意的车款 骑车以来我所选择的车款 我觉得车重这一点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从一开始的小橘白 390 Duke 我喜欢的就是他骑乘起来的轻盈 接着换到中排量的橘白 690 SMC-R 装备重量也大概在160公斤上下 车轻之余 同时有着充沛的动力 两个字 舒服 不过随着骑乘的时间变长 我的口味也越来越重 慢慢的 我开始会在每一趟公路旅程里面 加入领导的骑乘 水泥铺装的路面 领导主线 再到入门的刁砖领导 所以纵使390 Duke 690 SMC-R 真的是很棒的摩托车 骑得真的很开心 但是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 轻中度领导的骑乘 露营也赢 甚至是东半部长天树的领导旅程 诸如此类的使用需求了 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啦 贪心 什么都想要 我需要一台车 它的复载能力要强 最好可以在露营的时候 把我全部的家产都载着跑 公路巡航要舒服 让我在抵达目的地前 不会变得很累 而如果旅程的终点是零到 最好还要耐摔 可以走烂路 可以在安全骑乘之余 还享受到感官上的刺激 所以曾经 我一度想把690 SMC-R的轮框 换成前二一后18的尺寸 加上越野胎 不过一想到要改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所以最后出现在我想法里的 就是去南非的时候 陪伴我超过5000公里的 2023年 KTM 890 ADVENTURE R 一台可以越野的旅行车 一台可以旅行的越野车 而对于KTM中排量的ADV 其实我并不陌生 几年前载着乳娘去环岛的时候 我们骑乘的车就是790 ADV 而2023年的KTM 890 ADV R 相比旧款 外观上则是有非常显著的变化 尤其是它的脖子 使用了高强度的锻造铝合金支架 把车身、车头以及大灯连接了起来 铝合金的支架就是这块啦 这块 你对旧版的790了解的话 我们在乳娘去环岛的那一次 我们就是骑旧版的790去嘛 那时候其实它没有这块脖子 它原本的造型就是 到了油箱这边之后 它的壳就往下切了 然后就断掉了 它就没有跟我们所谓的车头大灯连接在一起 那现在新版的呢 它继续连接到我们大灯 我们的头这边 就是很有那种拉力的味道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现在2023年新款的这种造型的 我觉得非常帅 风镜也重新设计 向下延伸到了大灯的两侧 我们R版的风镜呢 为了要让我们方便去越野 所以它风镜呢 做得特别的短小 特别的可爱 非常的小巧 基本上我们骑士在做上去的时候呢 大概会是在这个高度吧 我们的胸口以上的部分呢 是会被风吹到的 原厂呢 它是说它新增了这个 空气地许 还是什么我又有的没的 那个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研究 新版的ADVR呢 它包到了下面两边 跟这个铝合金的支架呢 连接在一起 反正就是风吹过来的时候呢 它会被倒到两边去 所以整个骑程到现在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虽然这个风镜短了一点 骑在西冰上面呢 你还是很有可能会被风吹到 但是不至于说到真的很不舒服 还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390还有690的关系 所以骑到这个有风镜 然后又可以高速巡航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其实蛮舒服的啊 可能是我比较苦行深一点啊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舒服的啦 不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KDM还是怎样要帮他讲话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还好 没有太大的感觉 车身使用了同样经典的橘白 加上这个很有质感的蓝色油箱点缀 从油箱开始 车身开始变得细长 接着一路延伸到车尾 而这屁屁呢 则是一贯的翘高高 性感啦 灯具的部分 大灯 尾灯 以及方向灯 都使用了LED 晚上骑程的时候 亮度 基本上非常的足够 不过因为是一台冒险车款 在我脑海中想象的使用状况 不单单只有在产业道路 或者是铺设柏油路的山路 它应该是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领到里面蹭土的 所以在大灯上 我也多装了大灯护片来保护它 而目前骑程到现在 我还是觉得这个雾灯 是骑越野的时候必加的改装品 尤其是天后状况极差的时候 好 直到做這部影片的當下 我的霧燈才剛拿到 還沒有時間裝上去 所以只能稍微展示一下 這一顆LED大燈的亮度 晚上在普通的山路上騎乘 亮度是蠻足夠的 而至於晚上騎濃霧後的零到 能見度基本上就是零啦 還是需要有光線穿透力更強的黃光 才能看到路 所以啦 等我把霧燈裝上去 晚上再進一次零到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了 因為像我們其實騎ADV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的後面 都是載滿了行李 所以通常我們後面 都是會裝得比較滿比較重 也因為後面裝得比較滿比較重 所以也就導致說 我們的後面通常是會被東西往下壓 我們的車頭是有點 其實比我們的後面還要高的 那這時候就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是LED燈 這會很容易打到對面 就是閃瞎對面的 非常建議大家 如果今天你對這台車 非常有興趣的話 在1000道車的時候呢 可以去調整一下 這個大燈的角度 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先把大燈給它往下調 這樣今天我們又在負重 載東西的時候呢 它又回到正常的水平 這顆LC8C 水冷四行程雙缸引擎 排氣量889cc 搭配6速的變速箱 這顆引擎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它在低轉的時候 動力更穩定了 基本上以我這個新手的騎乘方式 在台灣的領導組線上 大概都在1-3檔間 低轉速 舒服的騎乘 雖然大家對於KTM的街車 第一印象好像都是低轉 會騎得憋憋的 有點NONO的 要吹到大概4-5千轉之後 動力才會一瞬間出現 不過當引擎的調校 來到ADV車型的時候 像是250ADV 390ADV 尤其是在2023年的890ADV-R上面 我幾乎沒有感受到這個問題 起步放離合器之後 就算是只有在2000轉 含著一咪咪油門騎乘 以前的那種振動感 幾乎沒有出現過 同時這一點 也是我在南非騎乘的時候 沒有體驗過的 在南非因為Overroad的路幅比較寬敞 所以其實吹起來沒有什麼恐懼感 一路時速90-120之間騎乘 還是很安心 甚至還可以在土路上打開定速巡航 而台灣的領導路幅偏窄 所以目前在領導裡面 我也還不太敢大開油門 只有在卓舍還有蓬萊領導 騎某幾段直線的時候 稍微開一點點油門 而當轉速來到6000轉以上的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那加速感就有點恐怖了啦 所以就會開始收油了 因為這台車在我腦海中的設定 0道 是會跑得比較多的 所以牽車的時候 落地改了個原廠下護板 其實它原本標配就已經有下護板了啦 但是考量到我的技術 這整片尿布包到油箱側邊的下護板 還是會讓我比較心安啦 而在公路上的騎乘心得 因為車重 相對我以前騎過的390還有690 890的重量算是偏重的 幹重200公斤 加上油水以及其他的裝備 總重量大約會來到230公斤左右 所以在快速道路上面 我算是完整體驗到了 大家口中說的 騎ADV很舒服 以前除了逆風會被吹爆之外 如果你有在冬天 騎過台84快速道路的話 應該也會有一種感覺 那就是側風真的很強啊 騎390還有690的時候 都要雙腳夾緊車身 甚至要用腳掌把腳踏往下壓去撐著 而到了890ADV 則是完全不需要額外的力量去撐 不太會有被吹歪的感覺 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用6檔3000到5000轉 放鬆了騎乘 巡航的速度大約落在100到110之間 車子也非常的穩定 那種騎ADV很舒服的感覺 也是我第一次體驗到的 雖然都說要騎車了 油耗什麼的 基本上對熱愛騎車的歧視來說 應該不是太大的重點 沒有油 夾就對了嘛 騎得開心才是最重要的 講是這樣講啦 但是我還是想要稍微提一下它的油耗 因為我騎車的大部分時間 雙手都蠻乖的 沒有像抽筋那樣一直轉油門 所以在公路上 市區加巡航的高檔位低轉速 曾經有一桶油的油耗 來到了1公升30公里 可能依照我這種 歸車騎乘方式 對大家來說沒有什麼參考性 甚至一度我以為是儀表壞掉了 不過經過後來幾次長距離的巡航之後 確定平均1公升是可以騎到24公里啦 而如果是進到0到後的低檔位騎乘 1公升也超過20公里 以這樣的數據來看 我自己是蠻滿意的啦 作為一台可以旅行的越野車 而這一組懸吊 其實對我這個菜季來說 性能真的是好到有一點過剩了 前 WPX Pro 48mm 全可調倒岔 後 WPX Pro MonoShock 多連桿中置全可調避震 前後的行程都來到了240mm 新版的890 ADVR 因為避震器內部的罰片 有重新設計過 相較舊款 現在飛跳支撐性更加足夠了 不過騎到要去飛還有跳的動作 以我目前這個不專業休閒越野玩家來說 我還是不太敢騎這台去啦 對於這組懸吊的心得 雖然是全可調避震 但是從牽車到現在 基本上我都是維持出場的設定騎乘 沒有去調整它 公路上支撐性很夠 遇到酷辣不會有多餘的彈跳 非常的穩定 而進入林道之後 面對小顆會滾動的石頭 也是穩穩的吸在上面 也因為懸吊的作動行程來到了240mm 2023年的KTM 890 ADVR 原廠的座高 880mm 體重比較重的人坐下去 應該會再往下乘一點點 而我 身高號稱177公分 體重四捨五入 來到了62公斤的瘦弱騎士 坐上去 基本上就只有乘這麼一咪咪 相信大家在觀望一台車的時候 都會把這個坐高條件 當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來看 曾經我也是這樣啦 不過自從在認識了幾位 騎越野車的前輩之後 我發現 坐高其實對他們來說 基本上他們都不太會care 甚至還有身高不到170公分的前輩 騎著坐高超過900mm的車 飛來飛去的 加上之前去南非的時候 我騎的那台LECK 後面掛了三個鋁箱 重量大概10公斤 所以一開始這也讓我覺得 欸這坐高 怎麼好像沒有很高 所以這一次在牽車的時候 我也很白爛 同時又自以為是的 一併改了拉力坐墊 換上了這個拉力坐墊之後 在最一開始 帶給我的感受就是 他真的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的帥啦 以他的外觀來看 我個人 是還蠻喜歡的 扔下去 真的很舒服很舒適 他不會太硬 他也不會太軟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拉力坐墊 真的是軟Q舒服 如果以前騎著390和690 是沒有500公里不回家 那換上了這拉力坐墊後的890 ADV 絕對可以沒有1000公里不回家 軟Q坐墊加上ADV騎姿 真的是舒適 只是這舒適的拉力坐墊 也是有一點犧牲的 那就是換上去了之後 坐高會再加上20mm 變成原廠的880再加20 來到了900mm 對純種越野車來說 900甚至以上的坐高 可能在騎乘0道的時候蠻常見的 而在大型多個人的車上面 對我這號稱177的騎士來說 還是有點壓力啦 但是為了拉力坐墊這舒服的屁感 我這個55升 還是義無反顧 已然決然的接受挑戰 當下就給他改下去了 停下來踩空摔車 那就是自己的平衡技術不好啦 跨這個車高這麼高的車的時候呢 通常我都會就是 先 左腳踩左邊的腳踏 右腳踩右邊的腳踏 把整個人上去之後呢 再安穩的坐下去 坐下去了之後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車身呢 是往左邊 傾斜大概有30幾度 40度吧 這時候小弟這個55升的短處呢 大家就可以 非常明瞭的看到啦 腳呢還是沒辦法完全踩在地板上 這只有 前腳掌是踩在地板上的 順便講一下好了 這台車的騎姿啊 我在騎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的腳是非常好施力 然後很好的 固定我的車身的 包含啊 腳踏腳踝這邊 他都做了一個就是 這個應該是塑缸的材料吧 穿車靴的時候啊 這裡 非常的好 靠在這上面 就是可以讓我們夾緊 那今天當我們遇到比較大的障礙 會滾動的石頭 可以讓我們更好的穩固車身 尤其是站起來的時候 像今天我們站起來的時候啊 他中間的這個車身這邊呢 坐得非常的細 所以 基本上我可以屁股這樣左右扭動 我們今天的膝蓋呢就是怎樣 非常好夾在我們車身上面 騎起來非常的有安全感啊 也算是給我自己的挑戰 好不好 900mini的座高 騎到現在也覺得 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啦 而說到平衡 這時候就不得不提到890ADBR的油箱了 可以看到車身在過了車頭之後 會出現兩個大大的藍色油箱 一路從頂部 延伸到車身底部 這顆20公升的油箱 整桶加滿之後 行駛里程 400公里起跳 我撐最久的一次 則是第一次騎去台東的時候 在台中加滿之後 一路騎到台東市區 接著隔一天跑完半天的行程 里程大約520公里 油燈才剛開始閃 而會特別提到油箱的原因 則是因為 它這一路延伸到車身底部的設計 油箱延伸到底部 所以重心自然而然也就更低 在面對稍大的石頭 酷辣 反而會比小車還要有安全感 現在我們把這個車 弄倒了 大家都說它的油箱很大 露出了兩片 你看 它倒下去的油箱 還是這麼的寬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寬油箱 有一個好處 當你倒車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看到 目前 以這個角度給它倒下去 一 它的手把 它手把其實是沒有碰到地板的 大概離地大概有3到5公分 它的側殼 也不會碰到地板 你可以看到整台車接觸地板的面積 基本上它就只會有油箱 以及我們所裝的這個 Kriga的行李箱 會碰到地板而已 後面的腳踏 沒有碰到 檔案桿完全沒有碰到 腳踏 因為它是做可貴縮的 所以腳踏也有碰到 前輪 卡鉗 吐廚 都不會碰到 所以那個跟地板的接觸面積 就只有我們的油箱 以及我們的 腳踏 這個油箱 非常的耐撞 所以基本上 像我裝這個下護板 裝了下護板之後 至少不會說撞一下 可能就掉漆 或者是哪裡凹下去 什麼之類的 這樣的設計 就讓這台車變得怎樣 非常的耐摔 靜靈道摔 基本上 目前摔到現在 還沒有聽到 什麼前輩在說 什麼摔到有問題 都還蠻OK的 以上呢 還不止 還有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是什麼 就是最累的 今天我們倒下去的時候 因為有油箱的關係 所以它讓我們車身 不會完全是90度的平躺在地板上 它會有一點像是大概 六七十度的一個角度 所以呢 這也讓我們 抬車 非常的好抬 據說啦 我也沒抬過 我是為了大家 所以才把它放倒給大家看的 這個角度呢 基本上應該也不用出太多力氣 用我們學到的 大腿出力 就起來了 就起來了 基本上 我覺得我在靈道裡面啊 可能 可以抬個三 三到五次 不是問題 但是超過三到五次呢 應該就是非常大的問題了 所以其實ADD進靈道呢 我覺得還是需要有 同伴的同行 前二一後十八五內胎設計 在騎區的路面上 可以更好地過障礙 輪胎則是使用了 MITAS的ENDURO TRAIL PLUS 這條輪胎在公路上騎乘 算滿穩定的 胎罩不大 抓地力也非常足夠 在南非騎乘的時候我就很喜歡這條輪胎 牽車之後 目前我也騎著他 去了雨後的蓬萊林道 下著雨的 佐射林道 以及有著幾條水泥鋪裝的東部林道 目前對於這條輪胎使用感受 在林道的乾地上 基本上就是水泥亂騎啦 抓地力 真的非常的棒 因為是無內胎設計 所以騎到現在 每趟出門前 我都會是行程需求 重新打一次胎壓 打氣機 也都常駐在行李箱裡面 2023年的890 ATB-R 儀表進化成了5吋TFT儀表 現在顯示的圖示 也更加精緻了 水溫 大氣溫度 電壓 還有我很想改 但是還沒有改的 原廠PowerPath的TPMS 抬壓偵測器 搭配手把旁邊的選擇鍵 就可以控制電控模式 以及查看全車資訊 儀表旁邊 還有USB充電孔 以及車充插頭 冰石拿來充電池產品 真的很方便 而講到儀表 就一定要提到890 ATB-R 豐富的電控系統 MPC ABS MSR 進退快排 定速巡航 等等等等 騎乘模式 分別是RODE RAND OFFROAD 以及拉力模式 先來說說前三種 動力從大到小 分別是RODE OFFROAD RAND 基本上雨天模式我是從來都沒有用過啦 這三種使用最多的則是道路模式 在道路模式下 MTC 前後ABS 會正常作動 OFFROAD的模式下 後輪的ABS 會自動關閉 前輪的ABS 也會減少介入 在目前四種騎乘模式中 公路上我就只有使用RODE模式 而土路上 我則是只使用拉力模式 拉力模式 我覺得是這四種騎乘模式中的重點 在拉力模式下 ABS系統跟OFFROAD模式一樣 後輪會自動關閉 前輪 電腦則是會減少干預 MTC循跡防滑 則是有9段可以調整 1 是電腦干預的最少 允許車身有最大的滑動 基本上這1到9段 我全部都試過一次了 最喜歡的段數 大概是在1到3之間 麒麟道馬 滑一下 精神百倍 除了MTC9段可調 在拉力模式下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可以調整 那就是油門反應 區分為3段 Rally OFFROAD ROAD 最靈敏最狂暴的 就是Rally 目前我只有在蓬萊林道 還有著色林道的主線 某幾段的大直線 才敢切換過去 因為真的有一點太暴力了 切換過去 大補油門 真的會怕怕的 就算是騎在高速林道 還是會變成車子在騎我 所以目前拉力模式下的油門反應 基本上我都常駐在OFFROAD的 因為在拉力模式下 可以調整的電控比較多 所以自從第一次切換到拉力模式 騎乘過後 基本上這個OFFROAD模式 我就再也沒有開過了 而這些電控系統 在買車之後 前1500公里 都會有一個叫 DEMO mode的模式 免費開啟所有的電控讓車主適用 直到1500公里之後 車主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再決定要不要開啟 先給你 你可以先去體驗 這1500公里你騎乘的時候 你是不是 真的需要這些功能 如果你覺得在1500公里過後 你覺得有些功能 你不需要的 你當然就可以不用 再額外花錢去加碼 像是我 小弟呢 就覺得說 這個拉力模式 我必須是要的 那時候去南非騎的時候 我就覺得 如果要買這台車的話 一定要有拉力模式 而我呢 是覺得這個科技包 絕對是擁有了這台車之後 避開的 所以啦 在里程來到了1500公里之後 我還是給他開下去了 剛剛里程呢 來到了 1500了 那1500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在騎兵上面 然後他有跳出一個 這個叫做 DEMO mode End After Next Ignition Engine Cycle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呢 只要你熄火了之後 你的這些 DEMO mode 裡面有的東西呢 下一次你再發動 就沒有了 1509公里 我的拉力模式就這樣 他連這個都不會顯示了 他不見了 所以這時候 告訴大家一個 小撇步 是什麼撇步 如果你一直想要有這個電控 但是你不想要付錢的話呢 你就一直保持他發動 里程 超過了這個 1500公里 所以呢 今天我們人來到 台中凱旋 可以看到後面 這邊非常多舉辦 後面KTM 右邊 Ready to race 這邊有一台 也是我哈很久的 KTM 690 ENDURO 非常的帥 有空的話啦 閒閒沒事的話 因為像小弟這個 之前 小橘白啊 690啊 都是在這邊處理的 這邊的業務加明 非常的棒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邊呢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騎行的 超過1500公里之後呢 這個DEMO mode 他就會取消了 那取消了之後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 開通 這個拉力模式 開通了科技包 最後我想提到的一點就是 2023年的KTM 890 ADVR 在騎乘模式來回切換的時候 也更方便了 只需要回油門 就可以在騎乘中 切換到自己想要的模式 萬一不小心 在騎乘的過程中 熄火的時候 也不需要重新開關ABS 或者是重新調整 各個電控選項 真的很方便啦 這邊有三點要特別提到 第一是把手有一個小細節 那就是在罐座上 原廠有預留三個孔位 可以讓騎士依照自己的身高 以及站姿騎乘時的位置 調整把手高度 最前面是最高的 中間 則是出場設定 最靠近騎士的那格 則是給身高沒有那麼高的騎士調整的 第二 是在後煞上面 越野嘛 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除了導車要先拍照之外 就是比較大力的使用前煞車 大部分騎乘的時間 都是用後煞 在煞車的 曾經我有遇過同型的夥伴 因為騎乘長距離的緩下坡 用了太多的後煞 導致煞車失靈的狀況發生 而890 ADBR 在後碟盤上的卡鉗 貼心的 做了兩個 有孔洞的散熱片 可以更有效的抑制 後煞過熱的情形 第三 則是原廠標配了防甩頭 這個我覺得對我來說 還蠻有用的 在裝備滿負載的情況下 騎過一些小突破的時候 常常我們的車頭已經過了潑頂 但是油門還是需要繼續給油 後輪持續處理的狀況下 那一瞬間 前輪很可能會碰到障礙物 甚至是懸空 沒有抓地力的狀態 有了防甩頭 容錯率就可以大幅的提升 對我這個騎姿 常常會錯誤的騎士來說 還是蠻有用的啦 目前裝在890上的東西 基本上全部都是為了長途旅行 以及騎乘零道所安裝的 除了大燈護片 引擎下護板 以及科技包 剛剛有提到之外 我還想提到的是 這個貨架 加上排架的固定座 原廠的貨架 那那時候其實我裝貨架 一開始真的只是為了 就是要長途旅行 側邊有包包可以放可以掛 所以我才裝的 但是我沒想到的是呢 在我裝了之後 它反而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呢 它還有這個牌架固定的作用 裡面呢 它還有用一個這個 這個鎖住 就是之前我們改了牌架之後嘛 通常牌跟牌架 它會 那因為呢 我們的大牌呢 它是跟塑膠的這一片 連在一起 那這一片塑膠的呢 它又是連到我們的 應該是車架上面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整個弄起來 非常的穩固 騎乘起來 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所以我非常的滿意 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對於在摩托車上 裝上包包這件事 我也慢慢的妥協了 主要是開始騎摩托車露營 加上自己出門一趟 東西真的非常多 所以當初牽車的時候 我也並裝上了貨架 而原本我使用的馬鞍袋 在經歷了每一次零到的摧殘過後 包體也頗有亂七八糟的 現在變成只要外面在下雨 包包裡面 也會跟著下雨 所以在換上了890之後 我也決定一併把行李系統也升級 這時候我就面臨了兩個選項 鋁箱 還是軟包 好 那行李系統不外乎就是第一個馬鞍箱 第二個就是這個我們所謂的鋁箱 大家都說ADV就是要用鋁箱 在我一開始想到了這個 鋁箱這個選項之後呢 其實我並沒有把這個選項 留在我的選擇中太久 我預想說我應該是會騎它去 越來口味越重的領導 像是第一個我們之前去了卓舍 又去了蓬萊 雖然這兩條呢 都算滿新手的領導 我覺得隨著我之後 因為我目前的規劃是呢 我之後也會去參加一點 就是像是大型 ADV的 課程 我覺得啦 以我的個性 因為 有一個人叫我騎進去 我就 真的會給他騎進去 所以呢 其實 鋁箱 對於要去騎這種 也不是說比較硬的路線 應該是說比較容易倒車的路線的話 我覺得鋁箱 其實 會有點危險 算滿重的 倒了之後那個角度 比較容易潰縮 假設我穿護具好了 那 你要想想看 一台這個 我們890 ADVR 200多公斤的車 三個鋁箱加起來 也是不知道 10公斤應該有吧 倒下去呢 壓在我的腳上 就算我穿護具 可能 還是會有點小小的危險 那剩下的選擇 就是什麼呢 馬鞍帶 其實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真的滿好選的 因為我會長時間 騎進領導 以及騎乘產業道路 大家說的 ADV裝鋁箱就是帥 我自己是覺得 對我來說 比較不適合啦 尤其是技術還不是很成熟 怕導車下去壓到腳 就GG了 所以當初我就設定 全防水的軟包 為目標 摔下去 至少比較有緩衝的空間 不容易壓到腳之外 還可以保護左右兩邊的側殼 而我呢 就是一個非常懶的人啦 需求就是希望可以方便 又簡單的拆裝 最好可以用最短的時間 快速無腦的裝上去 所以側包 最後選擇了 台風不平的 Kriga OS系統 一邊是OS32 一邊是OS38 兩個軟包加起來 總容量來到了70公升 露營的時候 真的很能裝 整頂帳篷 天幕 銀柱 直接進去 都沒有問題 這時候你一定就會有疑問了 為什麼一邊要裝32 一邊要裝38 一邊大一邊小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這個890 他的排氣管在右邊 右邊呢 就會比較凸出來 在排氣管比較凸出來這邊呢 選擇了 32比較小的 另外一邊呢 38 比較大一點 這樣呢 他從屁股看過去呢 兩邊的 寬度呢 才是一樣的 讓我比較好判斷 他的寬度 除了他的材質 是很耐刮 以外呢 可以看到他後面這邊 晚上的時候呢 當我們騎山路 晚上沒有路燈 我們後方有車來的時候 他的大燈照到了這個 應該叫做反光片 反光點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叫 反正照到這個黃色的時候呢 他會反光 還蠻明顯的 確保說如果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是有晚上要騎山路的 狀況的話呢 會比較安全一點 左右兩邊 也同時順便安裝了這個 OS的快拆板 拆裝 真的非常的無腦 非常簡單 板子的好處是什麼 我就不用再 接 那兩條 從椅墊下面 或是椅墊上面 繞過去的線了 當我要裝東西的時候呢 我只要拿一邊的袋子 穿過去這個板子裡面 放開 他就會暫時固定了 再拉兩條線 把他吹緊 這樣就好了 所以對我這種懶人來說呢 真的非常的方便 我真的非常喜歡他這一點 裝得非常快 拆 也拆得非常快 除了外觀簡約 深得我心之外 換上了之後 終於不用每次打包行李 還要在那邊拆坐墊 再把綁帶塞來塞去的了 同時如果今天的行程 真的是會騎到血流成河的那種 還有OS的BASS系統備用 重量更輕巧 但拆裝一樣簡便 目前裝上車到現在用了大概一個多月快兩個月了 不管在外觀 防水 防摔 每一方面 都讓我非常的滿意 未來的話 我應該會再多入手遊箱包 讓他變得更實用 更冒險 以上就是我在台灣 騎著K10890 ADBR的心得 目前騎乘到現在 里程也來到了將近4000公里 整台車的實用性 真的讓我非常的滿意 打算讓他陪伴我 在越野這條路上 成長的同時 帶我更接近大自然 如同影片一開始說的 越野這件事 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都有著不同的定義 以我目前那為數不多 騎乘大型多工人車越野的經驗來說 越野的定義 很單純就只是在簡單的領導主線 以及支線裡面 撐來撐去的 雖然目前是沒有打算要去那一種 刁鑽到不行的領導玩啦 但是 不排除以後不會 最後來回答一下最近很多觀眾問我 為什麼喜歡越野 其實騎乘越野的每個當下 我們都有各種不同的路線需要選擇 有各種高高低低的障礙需要跨過 我們不需要去證明說自己到底有多強啦 需要的 只是面對困難的時候 那一份勇往直前 不怕跌倒的勇氣 而我們走過的每一條路 可能 都是其他人的 日復一日 同時 我們也在自己的日復一日中 渴望有一份改變 所以哪怕這條路上 騎去不平 會摔得很慘 我們也無所畏懼 因為最壞的結果 無非就是明天 又走上了今天的老路 但至少我知道 我們想走的 是一條不一樣的路 2023年的890 ADVR 是一台讓我跨上去 騎乘的時候 真的可以騎得很開心 同時也笑得很開心的一台車 它讓我的旅程有了更多的可能 更多種的變化 公路 土路 我全都要 流汗 不流汗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